今天来分享臭豆腐的做法 卤水制作,豆腐制作,调配辣酱都会有 又臭又香,酱得非常好吃 首先准备牛羊黑豆豉,清水过一遍 放入锅中,煮30分钟 接着准备冬笋去皮 对半切开,切成薄片 放入盘中,黑香菇,干鱿鱼,切成条 最后再准备一些大蒜粒 豆汁水准备好后放冷,也可以用豆浆水 加入准备好的主要食材,食用盐,食用碱,白酒 盖上盖子,发酵10天,每天开盖搅拌 时间到后把食材捞出来 接着再准备发酵好的臭腐乳,捣碎,加进去,搅拌均匀 再次发酵半个月 今天我还是准备自己做豆腐,买的太嫩了 黄豆泡发后,加水,打成生豆浆 制作豆腐的配方比例,之前的美豆腐有详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过滤出豆渣,挤出豆浆 家里如果有豆浆鸡,就会更方便了 再倒进锅中,煮熟,煮沸 这里一定要多煮,豆浆一定要煮熟透 我今天用的是白醋,用清水稀释一下 分次倒进去,一边倒一边搅拌 看到慢慢凝固后,倒进豆腐模具里压水 做这个的话,水分要压干一些,我压了大概三个小时 压好的豆腐,切成方块 接着准备清凡,用开水稀释 倒进豆腐里面固色 再倒进发酵好的黑卤水 尽量摊平一些,盖上盖子,硬一到两天 接着准备高汤,猪骨,牛骨,鸡骨头都可以,炖两个小时 大蒜腻,小米辣,剁碎 锅里面倒多一点的油,加入切好的蒜末,小米辣 先用中小火熬出水分,辣味,香味 加入辣椒粉,搅拌均匀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清水 搅拌均匀后,加盐,十三三调味料 鸡精 再用中小火熬五到六分钟即可出锅 这样忘了辣酱就做好了 这个用来做臭豆腐辣酱,真的特别好吃 再准备一些脆口咸菜,榨菜,或者是萝卜干都可以 葱花香菜也不能少 高汤熬好后加一点盐,鸡精,调味即可 滷好的豆腐拿出来,真的好臭好臭 油温7成热,下锅炸 炸这个的话一定要把表面的气泡炸出来才够脆香 慢慢的豆腐中间就会鼓起来,也就代表可以了 捞出来,放到量价上面沥油 通过高温炸至,臭豆腐已经油臭,转为香 用筷子中间搓个洞 表面是非常脆的,里面鲜嫩 拧上滋滋的辣椒酱 再拧上高汤 撒上前菜,葱花,香菜 闻起来非常臭的,吃起来贼香的臭豆腐就做好了 装到一次性的碗中,最爱街边小吃 以上过程供大家观看,有时间还是花5块钱街边买一份吧 有没有听到声音,真的非常好吃哦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我是夏妈,下期再见